好,我們打開我們的AutoCAD之後 我們要去選擇這邊有一個叫做工作區 如果沒有工作區的話,可以從這邊點開 點開之後呢,這邊有一個叫做展示功能表列 這邊要叫出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工作區打勾 這個工作區就會叫出來了 那我們開好一個CAD圖檔之後 我們來調整一下我們要使用的一個功能 這邊有一個叫做3D基礎 3D基礎呢,我們基本上不用 我們都用3D塑形 因為3D塑形裡面的所有工具都已經包含了3D基礎 它比較少,它比較多啦 所以說我們就用3D塑形就好 好,進入到3D塑形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工作畫面稍微做個整理 第一個呢,我們可能要到指令行裡面 把這個指令行稍微往下拖 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稍微拉高 稍微拉高,能夠看到多一點的這個功能 然後你的物件鎖點 物件追蹤還有你的極坐標 記得這些常用的東西都要打開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會再開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做展示功能表列 我們會需要一些這邊的工具 再來呢,下面這一排 下面這一排的功能有點太多 我們不會用到那麼多東西 我們可以把一些東西關掉 在哪邊關 我們可以在灰色這個地方 按一下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展示夜簽 在展示夜簽這個地方 我們把倒數123456 這六個可以關掉 除了Express Tools 就是關掉五個就好 這個不要關 其他都關掉 關掉 右鍵 展示夜簽 BIM360 右鍵 展示夜簽 精選應用程式 右鍵 展示夜簽裡面的A360 右鍵 展示夜簽裡面的增益機 好 這幾個先幫我 先關掉 好 好,先坐到這裡 好,我們可以呢 再關掉 一些 展示夜簽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參數式 這個我們不會用到 我們再把它給 關掉 好,基本上 這幾個夜簽 就是我比較 常用的東西 好 好 裡面有包含一些2D的啦 好,主要的話 3D還是在視覺畫啦 網面啊,曲面啊,實體啊 常用 這幾個是比較3D的 其他後面的都是屬於比較2D的東西 好 這個東西做好以後呢 先幫我存一下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再去 新增一些按鈕出來 好,先幫我存一下 從這個地方 將目前工作區儲存成 好,我們今天呢 做的是3D班 好 3D早上 OK 早上翻 好 做好以後先幫我存一下 這個先存 如果你這個不先存的話 我們等一下要去做一些其他的設定 再跳回來的時候 它就跑掉了 好,所以這個東西 做到這邊之後 你要先存一下 好,試試看 接下來呢 我們來抓一下常用的 我們還有一些功能 它並沒有叫出來 好,那我們有一些常用的 我們可以把它抓出來 第一個我們可以選擇到這邊 到這邊有一個叫做自訂 叫做自訂 好 這個自訂裡面呢 進來之後 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自己要用的一些工具列 因為我想要的 可能它不見得有給我 好,我們可以自己去創造 怎麼創造 我可以在左邊這邊的工具列 這個地方 按一下右鍵 好,我們可以選擇 新工具列 它就會幫你做一個新工具列出來 這個名字要不要改 隨便你 好,想改就改 不想改 就按個Enter 沒關係 這樣子我就建好一個新的工具列 它是空的 空的工具列裡面沒有加號 工具列裡面有東西的 它就有加號出來 它就有加號 所以說我們這邊先做一個 空的工具列 好,空的工具列 然後呢 到這個地方來 有一個叫做 修改 我們可以在修改這個地方 找到一些我們要的東西 好,請你先幫我做到這邊 好,來這邊 這邊有一個叫做 3D陣列 好,在我們原本的工作區裡面是沒有的 3D陣列 左鍵按著不要放 丟進去 放開 好,3D陣列 3D對齊 左鍵按著不要放 丟進去 放開 3D近射 左鍵按著不要放 丟進去 放開 然後呢 下方還有一個叫做 旋轉3D 這個 左鍵按著不要放 丟進去 放開 放開 好,這幾個是我們會用得到的 好,你可以把這些東西抓進去 好 我們以前在2D裡面有教同學 做一個這個 舊版陣列的功能鈕 好,不然你還記不記得 好,如果說你也希望能夠有一個 以前舊版陣列的工具鈕的話 我們趁現在來做一下也沒關係 好,我們來教同學 我們再複習一次 好,這邊有一個叫做 建立新指令 剛剛都是拿原本有的東西 只是它沒有排在我們的原本的工具列的外面 好,它沒有排在外面 所以說我們會 想要自己建 它並沒有排在外面 我們想要自己建 那現在呢 有些是沒有的 好,我也找不到的 那我可以自行去做建立 好,這邊有個叫做建立新指令 還記得嗎 做個新的喔 建立新指令 好,我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好,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呢 我給它的是叫做老陣列 好,我之前有做過一個舊版陣列 我就給它一個叫做老陣列 好,從這邊喔 剛剛是抓現有的喔 現在是沒有的 我也可以自行去做建立喔 好,點選這邊的 建立新指令 給它一個叫做老陣列 然後呢 這邊名字要給什麼 無所謂啦 真正重要的是它的聚集 聚集在CC的後面 加一個底線 然後呢 幫我輸入 小寫 AR AR AY CLASS IC OK 好,這個聚集是最重要的 Array Classic 好,幫我把它 做到這裡 好 接下來呢 你要對你剛剛所做的這個陣列 你可以選一個工具鈕 不然的話 它是空空的 它沒有照片 好 你可以選一個工具鈕 我們之前呢 都是請通 是要選什麼都無所謂喔 你只要自己搞得清楚就可以喔 好 沒有說一定要選什麼 那我們呢 之前是選這個 選這個 然後對它去做編輯嘛 對不對 好 對它去做編輯 像我呢 就會在這邊稍微 大概的隨便上畫一下 做個差異畫而已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畫 隨便你 好 做個差異畫就行 好 做好了以後呢 儲存 稍微給個名字 01 好 這樣子 我在這邊就做一個老陣列 老陣列做完了之後呢 我可以左鍵按著不要放 再把它丟進去 放開 好 這幾個是我會用得到 但是AutoCAD並沒有直接提供給我的工具 我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做出來 確定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我的桌面上就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放在稍微上面一點 好 這是我們一般在做圖的時候呢 你會用得到的一些工具列 是它沒有提供的 你就可以這樣子做 好 因為你有個人的習慣嘛 你有個人常用的東西嘛 KID的功能那麼多 它也沒有全部都丟給你 但是呢 你有你要的 你就可以去找 就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把你的3D早上班 再存一次 因為你現在多了這個按鈕了 所以說再存一次 好 這樣子我們的這個 將來上課會用得到的一些介面 就調整完成 好 好 試試看 是